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讲到了相当多的语法点 尤其是能够帮助我们来定位的副词和介词的短语 这些短语可以非常明确地指出方位 那么我们一块来复习一下各种类型的方位短语 在复习方位短语的时候 大家千万注意名词、副词、介词、他们三者之间的变化 举例说明 当我们说到上和下这个概念的时候 首先会想到介词续在什么什么之上 而它的名词就变成了德续 加一个贯词变成了德续 什么的上面 而它的副词 我们可以用一个副词短语 大德续 拉德续来表示 它的意思就是通过那上方或者是那上面的意思 大家回忆起来了吗 名词、副词、介词 他们三者是可以无缝衔接的 比如说在巴黎圣母院的顶上 我们可以说 我们也可以说 同样 我们说教堂的上面 这个时候指的是一个名词 我们就可以说 当我们想表达 通过教堂的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天空 那句子就变成了 我们如果想略取教堂这个名词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说 在那上面有蓝天 所以大家千万注意 在祭词会的时候 名词、副词、介词我们统一起来 根据同词跟同原词来记忆 效果最佳 那让我们一块来复习一下下怎么说 素 介词 在什么的下方 有一首歌叫做 Soul le ciel de Paris 在巴黎的天空下 同样我们可以把它改造为 au de sous du ciel de Paris au de sous de 在什么的下方 它区别于素的地方 就在于au de sous de 它表示下方 而素呢 在正下面 au de sous de 有一定距离 而素呢 一般距离不远 同样的名词变成 le de sous下面 bar de sous 通过那下面 la de sous 那下面 我们可以说 le de sous du ciel 天空的下面 bar de sous le ciel 通过天空的底下 la de sous 就在那下面 那我们能不能再找到 其他关于上和下的词汇呢 大家跟我来一块复习 我们可以用au 还有bar 这两个名词作为词根 副字短语 en ou在高处 la ou就是在那高处的意思 同样的相反 en bas在低处 la bas就是在那边低处的意思了 当然 la bas在法语中 我们经常可以表示la 就是那边的意思了 还有在空中 en l'air 而在地面呢 相反的意思 bar de le haut 名词高处 那么法语词 le bas就是低处了 le sommet d'un fond 而le fond就是底部 动词我们注意了 同样表示上下的 monter 上 descendre 下 grander ran par向上 té valet 是下坡的意思 而最后的代词之动词 selve 表示矗立 注立 一般来说指的是 高耸的建筑物和景物 矗立在那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表示远和近的一些词汇 同样 借词 作词短语 pre de 近的 l'un de 远的 agouté 在旁边 aproximité 在附近 当然agouté 一般用于口语 而aproximité 比较常用于书面语 dans les environs 说字短语 表示在周边 aux allentours 在周围 proche 它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近的 s'approcher 靠近 s'approcher de 表示靠近某人 或者某物 反义词 s'elanier 远离 s'rapprocher 接近 而 反义词 s'carter 分开 revenir 走回头路 而离开出发 是它的反义词 partir 非常常用的动词 contrer 我们说回家 而sortir 自然就是出了 它的反义词 下面表示 内和外的概念 我们再复习一下 常用的介词 dans 当然是 在什么的里面 同样的 à l'intérieur de 在内部 它的反义词 à l'extérieur de 在外部的 dans 它是一个副词 表示在那的里面 le dedans 就是名词 里面 dans 是它的反义词 在外部的 同样 它也可以是名词 le dehors 什么的外部 中心 le centre 而在中心 我们用副词短语 au centre de 来表示 反义词 en dehors de 在外部 le dehors 是名词 心 中心 au guerre de 就变成了 在什么的中心 le milieu 指的是中部 半中间 au milieu de 当然就变成了 副词短语 在什么什么的中间 我们再来看动词 entrée 是进入 bénéter 就是插入 进入的意思 saint-tout-du 这个代词是动词 进入插入 我们再来看 表示前和后的概念 这次 devant 在什么之前 derrière 在什么之后 en d'être 它是一个 副词短语 表示在前头 在头上 就是在前头了 en g 表示在后 因为g是尾巴的意思 à l'avant 在前部 à l'arrière 在后部 le devant 这个时候devant 变成了名词 表示前 l'arrière 也是名词 变成了后 l'avant 同样是名词 前部 那么大家问了 devant和l'avant 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在做名词的时候 devant表示物体 或者是人的前面 前面这一面 而avant 也可以做名词 它的意思是前半部 那比如说 上小汽车的时候 我说我做前排 那么这个前排 指的是汽车的前部 那我就可以说 je me mets à l'avant de la voiture 我坐在小汽车的前部 而你可以说呀 汽车的前面 有两盏大灯 il y a deux phares sur le devant de la voiture 好了 注意区别 devant和avant 在做名词的时候的 不同之处 同样 anterrière 形容词 表示前的 而posterrière 就是形容词后的了 如果我们用动词 savancer 表示前进 而se reculé 就是后退了 最后 我们来复习一下 表示周围的短语 和词汇 le côté 名字 旁边 bien sur le côté 就是在边上 go de droite 右边 go de gauche 左边 mettre quelque chose 把什么什么 放在一边 意思就是呀 存下什么东西来 se côté 表示肩并肩的 那么也就是说 与什么临近的意思了 另外一个名词 le bord 表示边 au bord de 就是在什么的边上 比如说 au bord de la mer 海边 而动词 border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边缘的意思了 另外一组 le douche 周长一圈 au bord de 就是在什么的四周 gondourne 那么就是绕过 这边的词汇和短语非常多 为了能够更好地记录它们 呀呀想跟大家 用唱歌的方式来做个记忆 那么歌曲我们选择 著名的法语相送 La Vion Rose 玫瑰人生 我想Edith Piattro 那动人而粗犷 雄浑又美丽的歌喉 一定打动过很多人 那么在这里 呀呀和大家一起通过歌唱的方式来记忆吧 是超乎是水火宫 傍是水火宫 你是下还是水火宫 宝推出之尾 高是上 从地上 在空中是在湾都在空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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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中的卫衔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等表达出来 那么这类的感官动词就必不可少了 首先啊,我们来一块儿看看看系列 这个过程,感知到,是用听力的方式感知到,大家注意 它和APEX的区别,一个是听,一个是看 然后是文系列 大家知道啊,在法语中,文和接触,感知,它是一类型的词汇 Santique是文,而和Santique也是文,他们俩的意思差别不大,都是表示闻到某种气味 但,如果是表示感受的时候,感受到某种结果,我们用和Santique 那么最后一类型的词,就是以Douche为核心的,触碰了 复习完这些感官动词呀 呀呀还想带着大家呀,再来复习一下我们第二单元的内容 第二单元,我们一共学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第一个点就是如何下定义 那么小伙伴们,你们还记得如何给一个我们不了解的名词下定义吗 那么第一种方法,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同一词定义法了 具体说明,la vogue ça signifie la fête vogue这个词,它其实就是节日的意思 那么引申出来,就变成了流行 第二种方式,我们叫做类别定义法 具体说明,la vignette c'est un uti agricole 也就是说呀,锄头,它是一种农具 农用工具,uti agricole,就是类别 所以用类别也可以下定义 接下来呢,是翻译定义法 比如说我们曾经说过的 la gare c'est tradu en chinois, en train 那么最后一种,当然是细节描述法 比如说,vendanger c'est le fait de régulter des raisins vendanger的意思呀,就是收割葡萄的意思 采摘葡萄就叫vendanger 我们用vendanger的一个细节来表述它的整体 这就叫做细节描述定义法 那么在夏天地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使用到关系从句 说到关系从句呀,就一定要了解关系代词的使用 而具体使用什么样的关系代词或者是关系副词 关键看先行词在从句中的位置和地位 什么是先行词呀?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句的那个名词或者是代词 它后面就跟着是关系代词 像ge,qui,le,gelle这样的代词 我们一会儿来复习一下 如果先行词在从句中做的是主语 那么我们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qui做关系代词 c'est l'homme qui porte un costume carat 第二个,如果先行词在从句中做的是直接定语 那我们就要用使用ge c'est l'homme que tu vois tous les jours 如果先行词在从句中是以ge引导的间接定语 动词、形容词或者名词的补语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关系代词don来代替 c'est l'homme dont je parle 如果先行词在从句中由de引导的符合介词短语来修饰的话 我们就要区分对待了 看这个例子 c'est l'homme à côté de qui,il y a une bruce 这个时候的à côté de qui,qui,戴的就是先行词 他是一个人 而如果先行词是物 那么大家看例子 c'est l'ascenseur à côté de qui,il y a une vieille dame à côté de qui,我们使用了le gelle 那么le gelle就代替的是先行词做物的一种情况 当然,如果是地点状语或者时间状语 因为先行词在从句中 它既不是主语,也不是宾语 所以呢,我们就用u这个关系副词来替代了 所以,关系代词到底用哪个 关键看呀 被它替代的先行词 在从句中到底是什么位置 前面有没有戒词 而本身的这个先行词 是人,是物,还是中性先行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小伙伴们 下定义,您应该掌握了吧 那么前两个单元的总复习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从下一讲开始呀 Yaya将和大家分享第三单元 un problem 关于交通的一些法语知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到下次见